中國最痛恨的 只要看到初雲號 中國最痛恨的 跑到已經不是穿越的 台灣東部 穿越巴士海峽了 到達越南的金蘭灣 這很重要 因為南海三個灣 金蘭灣在越南 蘇比克灣在泰國 北邊叫做台灣 三灣它會連成一個死丸三角形 現在日本 所以要跑去越南金蘭灣 而且金蘭灣 它的港口是整個印太地區 最好的港口 越南都說不讓 可是讓日本進去了 這個情況之下 整個南海 其實中國你要蠢洞 都在部署了 我們還是講說要做好準備 這準備是什麼呢 準備就是因為 柯文哲講說要用駭客 每一年去攻擊中國一次 中國也會想到 要用駭客來打我們 所以我們要做好準備 俄乌戰爭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通訊 所以我們國家泰坑中心 已經很明確地講 加上我們常常海底電來 被拉斷 台灣早就算一算 我好像是半年前還是一年前就講過 早就算過了 上面要120顆 基本衛星 所以我們火箭阿北也說 需要做這個準備 然後要做準備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當然是有準備啦 今年呢 我也不知道唐鳳在做什麼啦 可是它的術發部 確實是有一件事情 是今年會有500多個 大概是跟SpaceX做連結的 因為在台灣正上空 大概只需要12顆低軌衛星 但是如果在印太戰區 讓美國、日本 包含菲律賓、包含金南灣 這我們就需要120顆 所以我們呢 已經在開始準備投資 現在台灣呢 今年就在測試 如果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用低軌衛星 進行我們的聯絡通道 所以我們有在做準備 然後有在做準備的時候呢 然後現在呢 還往一個新的東西去做 而且是拉生意 買保險 為什麼 SpaceX 可是馬斯克這個人 連美國都不太心態 因為他中國生意做太大 對 跑來跑去嘛 對不對 然後現在呢 過去的時候 其實低軌衛星 大家都想追 大家想做 然後呢 英國也想發展 英國的BAE 也是世界上 軍武航太空業 很強的啊 然後他們本來呢 OneWeb 也要做低軌衛星 而且是在比心念 跟低軌 而且有做準備 但是呢 因為前幾年的時候 被中國害死了 是 COVID-19差點破產 對 那現在低軌衛星起來 然後工廠又設在 美國佛洛里達 這個地方 他的通訊的協議 美國放心 對 我們也放心 對 然後呢 但是他起來之後 他要接誰的生意呢 如果現在做我們的生意 他就不會去做中國的生意 沒錯 因為中國也說 他們要做低軌衛星嘛 然後中國自己發射 能不能發射出來 其實當然有問題 他們又沒晶片 對 所以我們現在 除了台灣跟SpaceX 在做測試 在做連結之外 也在做這個 主要原因就是 你真的打來的時候 我們不會耳朵瞎 耳朵 聽不到 眼睛看不到 台灣也在做準備了 是 非常謝謝川岡哥 因為這真的很有趣 因為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Plan B 大概俄物戰爭大家都知道 低軌衛星可以確保戰場的透明 可以確保戰場的通訊 所以Plan A當然是Starlink 可是Plan B是什麼 就這個One Wave 這One Wave這家公司很有趣喔 它是英國的公司喔 它的總部位於倫敦喔 工廠設於美國的佛洛里達州 而且這個One Wave這家公司呢 百分之百美國可以信任 因為英國是美國最堅持的盟友 第二件事以技術到位 它是整個地表上 打低軌衛星 僅次於Starlink的公司喔 所以現在呢 由唐鳳來穿針影線嘛 數位發展部長 傳鳳近日應邀前往英國訪問 與英國政府投資的 One Wave公司商談 表示該公司的低軌衛星網絡 有望在年底 將服務範圍涵蓋全台灣 所以這絕對不是一個商業的談判 這是一個以軍事為前提的商業談判 未來台灣會有低軌衛星 這東西對於台海戰爭 如果發生至關重要 昨天是一個運巴反潛機 跑到台灣的東邊 今天是運巴跟 反潛跟運巴的遠竿機 來自這邊台灣的西南的豬島 所以說大家在研判 可能這一塊有軍演 可能有軍演 否則因為直升機一般不會從內陸飛過來 它都是從船上起飛 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基本上是這樣子 要知道說布林肯最近在幹嘛 他到了北京 來見了面 但是他當然了 是因為要去創造一個 中美之間還可以談話 雖然習近平吃盡了豆腐 坐在正中間 羞辱了布林肯 但是至少他們知道說習近平還願意談 可是另外一個狀況 美國真的就是派一個國務軍 去中國本人家羞辱嗎 他還在下飛機的時候地上還畫紅線 然後叫布林肯照著紅線走 他意思是我中國有中國紅線 你布林肯給我照紅線走 所以布林肯才是真正的 像朱立倫每天講的忍辱負重 忍辱負重 才是真正的忍辱負重 忍辱負重 你以為美國就沒有肌肉了嗎 所以這段時間裡面 美國是不是有一些坐在不公開出來 但是威懾中國的一些動作 你是說美國核潛艇可能已經來到 西南諸島這邊躲著 所以才需要有反潛機出來 對啊 是啊 因為在上一天美國要去 布林肯要出發之前 密西根號的核子動力潛艇 戰隊潛艇 當時不是華盛頓宣言嗎 沒錯 到達南韓南川 對 就告訴你什麼 那只來一艘嗎 美國有69艘這種核子動力潛艇 所以他們這個動作 其實當然就是美國 有一些悄悄的進展 我們不知道 然後當然了 因為對台灣來講 蒼蠅一直飛 久了以後大家就習慣了 我們還是要關注 然後這時候中國又要宣布了 你看呢 他們呢 繞著還有兩架運8 繞著台灣 因為運8上面有 殷疾12 對 有神艦A對不對 長艦A是可以隨時攻擊台灣 但是我想說還說夜間 但是殷疾 這個轟6是可以飛很遠啊 對 但是轟6的聲音很大 體積很大 但你意思是說 因為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說啦 未來的轟6的解放軍空軍 會在夜間 常態化執行 落台任務 那對台灣壓力很大 他等於是因為 虹6K是 轟炸機 對 而且他說上面是可以直打關島的 所以他說不斷地落台灣 所以對我們來說 你覺得這個威脅不是很大嗎 這威脅就是一種威懾 我剛剛想說這個威脅很大 那個以前在忍戰的時候 蘇聯的 他的師父叫T95嘛 對 那T9595這些呢 常常就是勝過阿拉斯加 一直飛到美國的西岸 沒錯 然後一直到加州再轉回去 對 那故意是做什麼用的 給美國人看阿 對 北極窮出沒嘛 沒錯 然後給你威脅 所以他也開始對台灣做威脅 是 但是當時美國真的很害怕嗎 不會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的速度很慢 哦 體積很大 螺旋槳機啊 聲音很大 對 真的要打是很好打的 對 所以可是中國對我們的威脅 其實一直存在 所以呢 不要相信侯友宜講的 共存啊 共好是有機會的 對 可是剛剛講這麼多 欸 美國真的沒有動作嗎 現在美國 在整個亞洲 因為我太遠了嘛 對 但是我有一隻狼 狼在這邊 日本 日本 日本最近的川崎重工 你要講川崎重工哦 川崎重工就是明治維新的時候 對 日本要現代化日本軍武的起源 就叫川崎重工 沒錯 當年還抓了我們8400個 12歲到18歲聰明的小孩 去那邊 在二戰的時候 做那個他們的武器 哦 所以我們台灣中 中部台灣 精密機械的起點 就是這8400個老闆你知道 是嗎 是啊 所以川崎重工 現在已經要研發 那個潛飛型體的 巡弋飛彈 2000公里 美國也開放了 所以日本其實現在 軍武軍工都起來了